大家好 今天1月26星期三 其實時間很快 明天已經是積月期止轉倉高峰日 星期五是積月期止決算日 到下星期一回來 已經是年29 只有半日市 1月份的市表現不算差 為甚麼 因為美股道徑施市數 1月5日創歷史新高到36952點 但港股在1月6日 一度低見22709點 一個天一個地 但美股由5日開始 就開始輾轉反覆 由36952 跌到25日的低位 33150 跌了3802點 約10% 港股又如何 由22709點的上升 到21日的高位 24982點 升了2273點 約摩是10% 即是說 1月份 美股跌了10% 唯獨是港股升了10% 道理很簡單 美股在高台 利息的上調 可能會觸動了一個所謂明顯的調整 唯獨是港股一直在低位 所以就算利率上潮 對港股影響都不是那麼大 不過我在這樣計算 港股經過2273點的上升後 出現一個技術上的調整 都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農曆新年過後 自然有機會先低而後高